網上不少討論區都熱烈討論 港府提出立法會以直出缺替補機制建議 超過700名青年學者和學生設立專業 聯署反對替補機制 部分人更加在報章刊登聲明 批評港府漠視民意 促請政府立即收回方案 香港泛民也堅持反對替補機制 即使港府修訂 他們仍然認為不能夠接受 為何這個修正完全不可以彌補他們的錯 反而更加令到政府公信力傳失 他們所有的理據 原來講到證據確鑿 原來全部都是假的 大家想想這個報態 是違反了過往政府所做的 是一個諮詢的程序 去聆聽市民意見 以前假假地都會做諮詢 今次連假諮詢都不做 是不是一個霸王 現在它是霸王硬上高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就表示 新修訂的方案較容易接受 但認為港府应该提供多些法律理據 港府在下個月的13日會就條例草案 在立法會恢復二讀和三讀表決 泛民就考慮提出終止待續議案 不過目前泛民在立法會只佔23席 未過半數 可能難以阻止議案獲得通過 WOW TV 雷展日報道 WOW TV 雷展日報道